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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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大家的吃便當的時間 現在是凌晨4點左右 三更半夜跑出來 不要懷疑,就是出來買便當 我們現在台中 現在的那個 校夜就是那種 很深夜 要吃東西的地方 大概2點之後就會收光了 所以能吃的選擇不多 然後今天這一家 只在南豚路上全聯對面的 草麵 然後他本來是在全聯隔壁 然後搬去 對面這樣 他是20小時 然後那天我來買 買他們家的東西發現 有便當 然後他是20小時所以當然這個時間 要買便當 沒問題 那我們就來看他們家 的便當長什麼樣子吧 我們小便當買回來了 然後 今天是去那個 南豚路的那個24小時的 那個炒麵店買 買那個排骨便當 然後他的排骨便當 是80塊 然後他可以選 那個炸的跟爐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排骨便當 這個 這個便當80塊 然後 以排骨便當來講的話 是行情 偏低一點 然後他的配菜 不要說他80塊 因為現在很多80塊便當 其實沒有什麼內容 然後這個便當不一樣 首先 我們先來看這塊排骨 他是有厚度的 大家看一下有厚度的 蠻厚的 看我拿筷子都夾不太起來 看有點厚度 有厚度喔 蠻厚喔 大概 這樣還有 目測應該還有1公分喔 厲害 然後 配菜 配菜 有 筍絲 青菜 兩種 然後還有一個 油豆腐 油豆腐 也是 很入味啦 然後 油豆腐之外 還有一片香腸 香腸 然後 還有酸菜 然後 分量上 是覺得 你看 一個80塊的排骨便當有 1 2 3 4 5 6 6樣配菜 然後再加上主菜就7樣 那雖然說他的飯好像 比較沒有那麼多 但是 這些 挺豐富的 而且才80塊錢 很超值 真的超級超值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吃這個 80塊的超 超大排骨便當 OK 那 因為我現在是在我 店的那個 就是 在我店的櫃檯 然後 現在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現在是 凌晨4點23分 凌晨4點23分 我去買了一個便當後來吃給大家看 那他這個排骨真的很大一片 超級大的 快要跟我臉一樣大 咬一塊排骨 如果以排骨便當來講說 這個排骨 這塊排骨真的超有誠意的 按照慣例 也是先把蓋子剪掉 方便 大家做參考 那首先我們就是 先來吃他的菜 那菜有兩種 今天他菜有那個 高麗菜跟 坡菜 這是高麗菜 那雖然他是24小時 那個菜 基本上是涼的 不過因為他的生意不錯 就是 整天陸續都會有客人去用餐 所以 所以他的那個 菜基本上 還算新鮮 因為他就是沒有 所以馬上再 再炒這樣 然後剝菜 剝菜 那再來是 孫冠 孫冠 哇 筍乾 我們家的滷筍 很好吃 就是他也沒有說 把那個筍乾的味道洗掉 就是還有筍乾的自然 一點點鹹酸 嗯 而且這筍乾都是 嫩的部分 就是這種嫩的部分 還有油豆腐 油豆腐 不用講他會叫油 超入味的 嗯 那裡面也吃得還滿嫩的 還有這個香腸 還有那個 便當都有敷專菜 這很下飯 那飯的話 就粒粒分明的飯 這個飯 這個飯被酸菜 蠻好吃的 最後我們再來看那個 然後你去買便當的時候 他問你要不要滷汁 我是建議大家也是淋一下滷汁 那白飯就比較好吃 那再來看那個排骨 真的我剛剛比給大家看過 這排骨真的超大的 筷子都夾不太起來 那他的排骨便當有 炸的也有滷的 超厚的 超厚的啦 你看看 你剛剛排骨厚啊 就是 口感吃起來也不會 偏硬 就是我覺得還滿軟 滿好咬的 那以這種 真的八十塊的價位啊 這個 這個便當真的太超濕了 基本上六樣配菜 真的很誇張 那分量上 我覺得一般食量的話 吃一個就會很飽 那這一家就是在那個 這一家就是在那個 藍豚路 一段 那個 六六順那邊的全臉 對面 那它是沒有名字啊 就是 你們到那邊就遠遠看到 那個招牌一些炒麵 那就是那一家 然後 它是二十小時營業的 所以你隨時去都有 都有的吃 好 那今天的便當 就先吃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然後 便當資訊 美食情報不漏街 那我們今天就先 介紹到這裡囉 掰掰